我觉得遇到对的人 不管什么方式都可以接受 我喜欢XXX的男生 你比较喜欢什么呢 可以帮你XXX的 你是说我在教你做事吗 哈喽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陆杨阳 哈喽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兴海 首先请二位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吧 我是银行客户经理 私钦 我是手工艺人 景臣 你们觉得闪婚闪离这种决定会不会太冲动 对先婚后爱的这种相处方式有什么看法 会 闪婚不是很冲动 闪离有点冲动 我觉得遇到对的人 不管什么方式都可以接受 不是你们是先婚了你爱了才知道这是对的人 那你没有那个缘分怎么可能会相遇呢 行吧 对吧 在戏里有特别多互聊的情节 拍的时候谁更害羞 陈兴海 是吧 是的 是的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 有有趣是吗 什么踩到脚啊 还有那个我本来是我要逼动它 结果不是就是被绊了一下摔倒了就磕到这真的好感觉很丢力 就磕到这 当时是真的笑 思青很多成熟发言都受到了观众的认可 你觉得现实中你的性格是更大姐姐还是更名家妹妹一些 心海觉得呢 基调是大姐姐吧 应该是吧 嗯 是的 对 负义 听说这是你的第一部男主题 拍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呃 其实拍摄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心理压力吧 然后 但卢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就是现场的经验 当时就觉得挺暖心的 嗯 就能给到很多的安全感 是 你是说我在教你做事吗 主要是我不懂就问 对 非常容易 看你的微博经常会分享生活 也会和粉丝互动 有没有让你比较难忘的评论 难忘的一般都会写在私信里 不会写在评论里 那有什么难忘的私信 难忘的私信 其实我觉得 哇 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我觉得难忘的私信 就是感觉现在的孩子们 嗯好像 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找不到 找不到别人聊 他会把他不开心的事情写在私信里 告诉我这样 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 一个精神剂头吧 嗯 出动 一般粉丝说什么 会激起你想要回复的欲望 有意思的 还有那种说我白的 我就一定要回他 我不白而橄榄屁 一定会坏 很多粉丝说希望你 因此眼镜半永久 你觉得自己戴眼镜 和不戴眼镜差别大吗 嗯 略微有一点差别吧 但其实也不想一直都戴着 剧中造型有什么特别的小设计吗 嗯 婚前婚后吧 好像是有点差距的 嗯 嗯 是吧 我记得 因为我记得我的衣服 婚后是 大部分的风格是 按私信给我买的衣服那种感觉 走 对 服役 在这里两人都默契的 给对方准备了戒指 你们觉得两人是谁先心动的 我觉得是四亲 你觉得是景臣吗 其实我觉得是景臣 因为六年前是我先 他买下座冬置的时候 其实是有那一个 行动啊 对 买下了就心动了 因为还知道你是 站了 42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呀 嗯 嗯 这里过生日 算是两人 去 进一步的契机 现实生活中 你们都会怎样过生日 有没有特别的庆祝方式 或者印象深刻的经历 我会给自己拍东西 就类似于 因为我20岁 给自己拍了一个纪录片 所以我从那之后开始 我就想每年生日 都给自己送一个纪录片 因为我是想等到 再大一点 类似于30岁之后 回头看我自己的 一个成长过程 我就比较随意 就大家一起吃饭 然后可能和好朋友一起 他们会帮你拍照啊什么 一起跨12点 然后一起吃蛋糕 一起拍照 一起修图 一起发朋友圈 这个就是一世感了 大家都说锦称是技术型男友 那现实生活中 毕竟有什么点 会让你们觉得很加分的 加分 我觉得最加分的就是真诚 一定是要真诚 嗯 你呀 您呀 我 负义 你有点最小 不要负义 真的是真诚 负义 对 负义 负义 真诚才能打动人嘛 对吧 真诚是永远的毕杀技 那异性身上有什么技能会吸引到你 我喜欢唱歌好听的男生 你比较喜欢什么呢 会拍照的 可以帮你拍纪录片呢 最后请两位一起说出必看这部剧的三个点 荔枝 一个人 好吃 治愈 好像我 长恋爱呢 哈哈哈 什么 长恋爱呢 那大家很多人说看了就会长恋爱呢 嗯 好看 嗯 氛围好 嗯 氛围好 嗯 嗯 薛星海 我有那么远什么 你都不接西了你帮忙 哈哈哈 你们认为剧中最令人向往的是哪个场景 最向往的是哪个场景 我觉得就是最后那个所有人围在院子里吃火锅 然后又下去了 然后就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好的 非常向往的生活 对 爱情友情都在 对方有做过什么让你觉得搞笑或者直呼无语的举动吗 包头发那场戏我真的无语了 怎么着 他都不会就洗头发 你记得吗 他会做那包头戏 永远这边有一柳头发是在这里 永远包不上 但是最后还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个 这个 这个 当时压力很大了 当时包了好几遍 包了好几条 对 还要好看一点要包的 而且我比较冷 我特别印象深刻他经常无聊 然后会或者说发呆的时候就会 嗯 嗯 他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我就印象很深刻 我就蛮可爱的 对 就是差不多就嗯 怎么这样 不是你是有嗯 如果有假期 就想去哪里感受人间烟火 没有 就是去一些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地方 不是说去景点是真的在那里生活一下的那种感觉 具体的地方也没有 只是说节奏比较慢的地方 不是那种非常繁华呀的那种地方 嗯 我有假期我可能会想回老家 我们老家就是在农村里面 对 然后特别的洒脱 可以放鞭炮 放烟花 然后家里人都在 对 还可以抱着我的侄女玩什么的 如果未来有机会二搭 想演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古装 古装 大女可以是古装的大女 是的 我本来是最期待霸总来着 然后刚好 什么霸总 这就是没啥就要演啥 霸总 但是 刚刚演过了 刚演过了还蛮爽的 今年的我真的很想演一部古装 不管什么角色都想尝试一下 对 非常感谢喜欢醉食人间烟火色的观众朋友们 希望你们看了这部剧之后呢 也能找到自己的人间烟火 也能非常认真的享受自己的生活 你记得我三年前好像发过一个微博就是 我对你们真诚且笨拙 对 就是用这句话再重新说一遍 娱乐 好 欢迎订阅